19万买的电车比40多万买的奔驰1都要好开 宝贝3000块钱买的电子表比劳力士走的还准呢 有的时候车是代步工具 有的时候车是社交名片 你可能觉得四五十万一个奔驰1级 它没有牌面 但是宝贝打个比方 我一个月挣两万 花一万存一万 五十万买台奔驰1级 那是我整整五十个月 整整四年零两个月呀宝贝 你回想回想你四年前啥样 你再看看你现在啥样 你应该是有甘处 你可能觉得一台车代表不了什么 你对于这些个豪华品牌没有概念 也不喜欢 你觉得特别的俗气 你为什么觉得它俗 为什么会觉得它土 你为什么看不上它 主要原因你两袖清风 两手空空啊 说实话兄的们 不说买了一台自己喜欢的车就开心了 而是你拥有了买车的资格 你挣到了这份买车钱 这个时候你才是最开心的 我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宝贝们 都能开上大懒售麦巴克 都能开上奔驰大鸡 都能拥有保时捷 头脑买上自己梦想当中的小汽车 点赞贯注 祝你发财越来越好 满满灯灯 浮入东海 坐下 骑程不劳而获 你反观现在 油车价格已经出底了 很多人用车现在可以朝底了 不要追涨杀底 反观很多新能源车 石头万块钱的 连个支架都不给你 一些个插电车型 它下半年要推出新款的插电混动 比如说比亚迪的五代DMI 比如说吉利的新一代雷神插混 你包括增程子会越来越便宜 存电也会给你推出的 万块钱的4C抽不冲 你现在买的这个半成品 废铁清库存的东西 你不上了当了吗 你不被割了韭菜吗宝贝 我真希望你们好 我不希望给我点关注的宝贝们 被抗被骗 同意的点赞 买车前参考一下 董车地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